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 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去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下 SPY今天的一个整体盘中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先看到它的日线图 可以看到日线图的是什么呢? 就是SPY从趋势阶梯的角度来说,白色线方向朝上 然后呢,它的柱子呢,绿红色代表短期上升趋势 绿色柱子代表短期下降趋势 所以从目前前面呢,变成了,由绿色柱子变成了这个红色 也就昨天呢,由绿色柱子变成红色了 所以呢,短期下跌,短期下调回调结束 短期上涨刚刚开始 那今天呢,依然是红色柱子 所以目前来说,是中期趋势向上 然后短期趋势也是向上的 那么对应的下面来看的话 就是从资金的一个角度来说 虽然资金呢,整体呢,还在临轴以下 但是做多力度呢,是在增强的 应该很快,如果股价继续能往上推一下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有 这个,就能够突破临轴了 那如果是突破了临轴的话 资金整体,大单资金就是以流入为主了 在临轴以下的话 虽然说现在是在临轴以下 大单资金呢,还是整体以流出为主 但是的话,这个做多力度很明显的有在增强的这个迹象 所以呢,接下来资金 就是说往上去走 接下来推动股价的继续往上走 依然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可能的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继续往上走 股价可能会到哪个位置会受到一定的压力呢 我们会把这个区域打出来 也就前期股价在这区域里头横盘的这个高点的位置 那这个高点区域是在哪 在多少位置呢 也就是314左右 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股价继续往上走 我们就不要注意的是这个区域里头 看股价能不能向上突破了 如果不能突破 那股价可能接下来还得在这区域里头继续横盘 那如果能突破的话 下一个目标位 也许就要到我们前期高点的区域了 那股价正常来说 创新高的概率就增加了 好,那么这个是这个SPY日线图的一个表现 那从日线图上表现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买了股票的话 可以继续持有 短线的趋势还是再继续往上走的 那如果说还没有买的话 那我们先去买入一些股票呢 就尽量不要选择 现在刚好到压力位的股票去做了 选择一些比较强势的 然后刚刚调回调结束完了之后 这些个股票去买入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风险程度会更低一点 好,这个是SPY daily chart 然后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的是它的一个60分钟图 这个是昨天6月30号的60分钟图 我们昨天走到这的时候 说因为受到了这个前期 这个横盘平台的影响 所以呢 受到一定的压力 可能会下来回调 回调只要在这个白色线位置不过 只要在白色线的位置不被跌破 那是不是还得继续往上走啊 60分钟图上也可以看到 资金是持续往里流的 所以呢 就是进一步验证 继续往上走还是 往上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昨天呢 到尾盘的时候 是不是 是打下来到了白色线的位置 但是呢 今天是不是直接就突破了 好 突破了完了之后呢 如果继续往上走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如果继续往上 现在是 这个白色线朝上 中继续是往上走 短继续也是往上走的 然后继续往上的话 下一个目标位置要到 前期高点的区域了 但是如果真的到前期高点区域 中途有没有可能会有 短线调整的风险呢 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目前资金在零轴以上 但是呢 有一些做空力度在增强的意思 所以今天的话 盘中如果有60分钟的调整 也是正常的情况 但整体资金还是以流入为主的 所以的话 不需要过度 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所以目前股价继续往上走的空间呢 就从目前股价的位置 到这个前期高点的区域 看它过不过 如果这个过去是不过的话 那可能还得继续在这区间里头震荡一下 但是如果过了的话 那接下来股价还得 还有往上走 就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了 那么这个是这个 SPY 60分钟的一个整体走势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 这个大盘解析的情况了 如果说 您也想每天收到 Gina老师的大盘解析 还想免费让Gina老师帮忙整股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 就可以免费整股了 扫描二维码 即可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哦 我在Gina 我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面等大家